今天我们是给历史老师送两室 他... 哦,很高兴 历史老师也开始COSPLY起来了 这是打主教 老爷给我看了一个蛋片 二战时候的 德鲁鬼子打的 就落在上面这儿 老师给了我一本1905年的书 100亿亿 是的,当然 1884年 150年的书 这个是将近100年的手抄本 这是苏联建成50多年的时候的一个纪念刊 而这个是最早的乌克兰语的报刊 是标志乌克兰民族意识的觉醒 在苏联境内 全都是乌克兰语的 很有意思吧 今天我们到一个历史教授家里面送粮食 他年纪很大了 然后失去了劳动能力 哦,乌克兰 乌克兰 拍摄了影片 没有 拍摄了影片 现在是第二家 现在是第二家 然后我们带着一袋 还有毛粮 还有一袋猫粮 然后 然后我们在等 这一户人家开门给他们送 这包东西 我们到了第二户人家 在第二户人家送东西 然后人家 腿脚不太好 这户我们是特别关照 都带了一户猫粮过来 然后看看乌克兰农村 老太太是 住什么样的房子吧 就看了这个炉子很怀念 就一下想到我奶奶家了 这是最后一家了 最后一家就不乱拍了 因为老大爷没穿衣服 没穿上衣 他可能特别热吧 就特别胖的一个老大爷 就特别胖的一个老大爷